Hello大家好 现在这个季节在我们农村山上 有一种非常好吃的野果汁成熟了 今天跟几个老乡带了很多装的工具 来这边摘这种野果汁 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些工具全部装满 他们在前面带路 我们跟着他们一起走 走吧 刚刚来到这边就已经发现 这边有好几棵这种大树 而且树上面果汁也是超级的多 这一棵树上 变满的这个果汁 百分数都是 然后这边垂下来也很多 今天我们要来摘的 就是这种野生羊梅 现在不是很红 哇 谁碰就掉了 但是这种羊梅还是非常的漂亮 看一下 非常的大 跟我们的拇指差不多了 像这种野生羊梅能够长得这么大 非常的难得 这都是没有打过药 没有施过肥 都能长这么大 哇 摘到这 冷不住 就想吃 噢 味 野生羊梅就是不一样 吃起来味道特别的好 特别的酸 水分还是蛮多的 虽然不是很红 但是这些也是可以摘到来 回家里去用来 晒干 泡酒都是可以的 等一下我们爬到树上去摘 树上还有很多 这个树超级的大 因为树上这个羊梅太高了啊 哇 不是很好摘 老刚就从家里面带了这个网过来 打他上树上去摇一下 烂得了 这个树超级的大啊 这个树超级的大啊 我老表 比较瘦小一点 他都要爬上去 他的羊 爬树本厉害的大 这个羊梅树最少最少 应该都有三四十年了 看一下 在树上随便摇了一下 摇这个羊梅真的是太过瘾了 这个羊梅 不是很红 拿来泡酒 非常的好 这种羊梅特别的酸 现在要把这些羊梅 全部捡到这个篓子里面去 看你们把这个篓子捡满了 现在这些羊梅 都已经全部收起来了 看一下 这个 框子已经是装满了啊 满满一大框 非常的重啊 二十三十斤也有啊 这个羊梅 因为不是很红 所以说拿回家里面去 用的来 晒这个羊梅干 超级的好 在这边 树上摇了一下 二十分钟就摘了这么多 非常的过瘾 马上也回去了 这期视频就录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